大家好 歡迎來到創意世界 今天在創意世界裡要教您做的是這一條縱橫交叉手環 這條手環之前在我們頻道裡已經有推出半場的手環 那今天呢 我們要把它延伸做成全場的 那今天我們要做這一條 所以我們會需要邊邊青蘋果綠色56條彩虹圈 那中間這個三角形的部分呢 我們要用白色的 所以我們會需要40條 那中間這個小圓圈呢 我們一樣用紫色粉紅色跟黃色 那每一個顏色各8個 那彩虹圈準備好之後 我們就可以開始囉 在我們開始之前 我們要把彩虹編織器 設置成這裡有一個 倒過來的三角形 把紅色箭頭往上面指 那因為之前我們已經有做過一次了 所以今天我們在速度上會做稍微快一點 那首先呢 我們拿一條外圍的顏色 今天我們要用青蘋果的顏色 那現在我們要做前半段的 所以我們要從這裡開始 從第一到第二 再拿一條 放在右邊 那兩邊這樣一直往上排 排到倒數第二個 好 那我們排到倒數第二個之後呢 我們要收進來 到中間 所以從左邊到最後一個中間 再拿一條 從右邊到中間 好 那這邊排好之後呢 我們現在要再回來 現在我們要排 三角形的部分 那三角形的部分呢 我們拿一條白色的 放在這裡 所以在這裡 你可以看到有一個三角形 我們再拿一條白色的 再排一個三角形 在右手邊 所以這裡你可以看到 有一個三角形在右邊 一個三角形在左邊 然後這邊可以 中間可以按下去一點 因為我們等一下這裡還要排一個Cabin 那我們可以繼續往上排 排到最後一個 再排到這裡來 都可以運用 然後再拿一條白色 再排對半條白色 再排一下 这个三角形全部都排好之后 我们现在中间这里要加一个Cabin 在中间这一排 第一个这里我们要加边缘的颜色 所以我们要用青苹果绿色 拿一条彩虹圈转一次 这你就可以看到两个小圈圈 然后把这两个小圈圈放在这里 最后一个 那中间的部分呢 我们要用粉红色紫色跟黄色 那你可以选用你自己喜欢的颜色 那一样做一个三个小圈圈放在这里 所以拿一条你要用的颜色 转一次两次 就可以看到三个小圈圈 把这三个小圈圈放在这里 再拿下一个颜色 转一次两次 那我们可以这样继续往下做 做到最后一个 那我们现在就要加快脚步了 好那这边都做好之后呢 那你现在彩虹编织器上面 看起来应该是长这个样子的 好那确定都排好之后呢 我们把彩虹编织器转过来 那我们现在可以开始做编织的动作 那这一条手环我们要编织的时候要从中间这个白色的部分先编 所以我们从中间这个三个小圈圈的地方进去 把上面一条白色的拉出来 这条是从左边来的 所以我们再把它挂回来 所以这个三角形呢 原本只有一圈 现在是有两层在上面 那看起来还是一样三角形 那我们现在一样右边的这个三角形 从这个小圈圈进去 抓出来以后呢 挂到这里 所以现在这个三角形也是一样 有两层在上面 那我们继续往上做 一直编编到最后一个 我们再继续往上做 我们中间三角形的部分编好之后呢 我们现在再回来 那我们现在要编两边青苹果颜色 那我们要从这里开始编 把这两个小圈圈 从这两个小圈圈下去 把第一条 这一条应该是从左边来的 抓出来挂到左边 把最后一条抓出来挂到右边 然后我们可以两边往上边 把最后一条抓出来 往上挂到下一个 那左右两边都一样 那编织的先后迅速没关系 只要有编到就行了 那这里因为有三角形盖在上面 所以可能有时候你盖到的时候会蛮紧的 那慢慢的编没关系 那我们现在要把左右两边往上边 一直编 编到最后一个 那我们现在就要加快脚步了 好那现在两边都编好之后呢 回来检查一下 看有没有全部都编到 这每一个边编的地方应该都要有一个小雨滴连着 那都编好之后呢 我们现在要拿两条彩虹圈 在这里看不到的颜色 这个只是暂时的安全带 所以什么颜色都没关系 翻过来之后呢 两边都放在彩虹棒上面 暂时绑一个结 再拿一条 好那这样绑好之后呢 我们现在暂时先把它拿出来 那这条手环因为白色的部分是两个圈圈 所以你要拉的时候它可能比较紧 那没关系慢慢的拉 或者是你可以用彩虹棒 帮你把它拉出来 可以这样子 好那这个是我们前半部的地方 那我们现在要继续做下半部 所以我们再回来 一样红色箭头往外面子 那我从下面往上排 那这一次要从中间这里往外排 也是一样先排边缘的颜色 从第一个中间往外到第一个左边 第一个中间往外到第一个右边 然后左边右边往上 往上一直排排到最后一个 好那两边都排好之后呢 一样再回来这里 然后排中间的白色三角形的部分 所以拿一条白色的排一个三角形 左边右边 一边各一个三角形 那继续这样排 一直往上排排到最后一个 好那我们现在三角形都排好之后呢 我们现在要排中间彩色的部分 那一样拿一条彩虹圈 转一次两次 那你就可以看到三个小圈圈 把这三个小圈圈 放在这里 这个跟普通的cap band是一样的 那继续往下排排到最后一个 那继续往下排排到最后一个 好那现在我们都排好之后呢 一样检查一下 你现在的彩虹编织器 看起来应该是长这个样子 那都好了之后呢 把彩虹编织器转过来 那我们现在可以先把这一个 接上去 好那我们现在呢 要先把这一条把它连在这里 那我们要连上去之前呢 我们把这个三角形的白色 先暂时放开来 好我们现在呢 把彩虹棒从这里穿进去 然后把四条全部都挂上去 那挂上去之后呢 那另外这一边也是一样 把彩虹棒穿进去 然后四条全部都挂上去 所以现在呢 在边缘上面你可以看到 有一条绿色的 然后绿色白色白色绿色 这边也是一样 有一条绿色在下面 然后绿色白色白色绿色 那这样表示你全部都有抓到了 如果这里你漏掉 等一下抓出来的时候 它就散掉了 那我们先把这里 把这个黑色的这一条 安全带暂时先把它抓出来 这一条我们是不需要的 好那这边解开之后呢 我们要把另外这边 这一条黑色的也拿掉 好那我们现在呢 要把这个白色的这两条 你看是哪一条在上面 我现在这两条白色的 这一条是在这一条上面 所以我要先做这一边 那我们把这个青苹果的 第一条上面的 先拉出来 暂时记放在这里 或者是你可以拿一个编织棒 先把它hold住就可以了 那我们把这一条白色的搬进来 那我们现在呢 先从这边进去 然后把中间呢 这一条抓出来 做编织的动作 那一样 把它挂回来这里 所以这个三角形就变成 又是重复两层的三角形 那编上去之后呢 再把这一条搬回来 那这样外围的颜色就会在外面 如果你没有先把它拿出来 直接挂上去 那等一下这条绿色的会在里面 然后白色的会在外面 那这样看起来就不好看 那现在呢我们要做这边的这一条 先把这一条上面的先搬过来 记放在这里 那把这一条白色的放回来这里 所以这里你又可以看到有一个三角形 那我们再回来这里 把这个三角形搬过来 挂在这里 挂在这里 所以现在这个三角形呢 又是两层的三角形 那挂好之后呢 我们把这一条 边缘的颜色 把它挂回来 那这样两边就连在一起了 那我们现在就可以继续往上 先编中间白色的三角形 从中间这个三个小圈圈进去 然后把白色的拉出来 往上挂在这里 所以这里还是一个三角形 只是它是两层的 那右边的也是一样 那接下来的动作就跟上半步是一样的 所以我们现在就要加快脚步咯 好 那我们现在把中间的都编好之后呢 再回来这里 那我们现在要编左右两边的 从这边下去 把最下面这一条 绿色的 把它搬出来 往上挂到下一个 那右边也是一样 把最下面这一条 搬出来 往上挂到下一个 那继续两边往上边 编到最后一个 我们要把这一条搬出来 好 拼到最后这里呢 我们要把这一条搬出来 然后挂到中间 这里也是一样 搬出来 挂到中间 那我们现在都编好之后呢 回来检查一下 看有没有全部都编到了 Make sure你全部都编到了 这样搬出来的时候才不会散掉 好 那都好了之后呢 把彩虹棒放进去 从这里穿过来 拿一条边边的颜色 抓过来 两边都放在彩虹棒的上面 那我们现在就可以轻轻的把它拉出来 那这样子我们全场的 纵横交叉手环就好了哦 那我们现在呢 把这里拿出来 挂在你的手收上面 然后拿一个扣环 轻轻的把它扣起来 然后把另外一边 这两个小圈圈 也是一样 放在你的手收上面 然后轻轻的扣在这里 那这样两边就连在一起了 那这样子 就是我们的 纵横交叉全场的手环 如果你喜欢我的影片 记得要帮我点一个赞哦 然后别忘了订阅我的频道 这样我有新作品出来的时候 你就可以第一个看到哦 我也层次邀请大家参加我的粉丝团哦 跟我们一起分享你的作品 你可以在Facebook Instagram 或Twitter上面找到我 谢谢你的收看 下次再见 Bye i know you i know you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